大家好,我是马丁 今天的影片会接续上一集的内容 我在上一集中 我把金银合金用硝酸处理了一次 现在确定硝酸已经不会再和合金发生反应了 我把硝酸废水倒掉 洗干净后 再把合金放回烧瓶里 然后用网水来溶解剩下的金属 过了一阵子 网水变成了金黄色 但是液体里还有一些没有完全溶解的金属固体 我用玻璃棒轻轻搅动敲打 把它们分散一下 接着我用氯化芽锡来测试 发现湿金水一接触网水就变成了深紫色 再过一会儿 网水似乎无法再继续溶解剩下的金属 现在是时候过滤了 过滤后 玉纸上留下很多渣渣 我加入尿素来中和多余的硝酸 直到尿素不再起泡泡为止 接着我再加入硫酸芽体来沉淀黄金 静置了两个小时之后 我发现颜色还是不太对 再次使用氯化芽锡测试 结果显示还有大量的黄金残留在液体中 所以我需要再多加一些硫酸芽体 一个小时之后再测试 这次我确定溶液中已经没有残留黄金了 倒掉废水后可以看到黑色的海绵金 色泽偏黑 说明里面还有很多杂质 所以需要再进行一次网水提纯 因为有不少金沙黏在烧杯上 我决定直接在烧杯里提纯 加入大约80毫升的浓盐酸 再加入大约10毫升浓酵酸 在几分钟之内 海绵金就完全溶解了 但是溶液呈现不透明的橘色 说明里面有很多杂质 这些杂质应该是氯化银 先将橘色的液体过滤一次 网水的颜色还是不够清澈 接着我再用同一张滤纸 再过滤一次 因为第一次过滤时 滤纸上的孔隙被杂质堵住了 同一张滤纸在第二次过滤时 能挡住更细小的液物 这次溶液就变透明了 过滤完成后 同样要加入尿素来中和硝酸 最后再加入硫酸芽铁 再加入尿素来中和硝酸芽铁 入湿精水测试 我确定沸水中不再含有黄金 将沸水倒掉 再经过几次清洗后 海绵精变成了焦糖般的棕色 我再把海绵精转移到干锅里 我再把海绵精转移到干锅里 用瓦斯枪焊烧 用瓦斯枪焊烧 我再把海绵精转移到干锅里 用水晶的痕 我再把海绵精转移到干锅里 用水晶的小路 在沙龙里 有来浮浸水 使用水晶的小路 你又不然 我再把海绵精转移到干锅里 用水晶的小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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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我得到这一小块金条 这块小金条重大约2.6克 远低于之前预估的3.9公克 这说明有部分的黄金 仍然夹杂在会溶解的金属残渣中 在下一集影片中 我会继续处理这些残渣 看看能否从中提取出更多的黄金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